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跟李克强时代 而且十八大期间中共高层也做了决定 就是未来任何的领导干部都不可以在卸任之后继续在干政 有人解读这是胡锦涛裸退 而目的是在扫除江泽民的影响力 这也意味习近平党政军将会全面接班 但是习近平接下来要面对的其实是非常艰困的一个挑战 包括中国大陆现在经济成长是呈现了腰斩 在2007年的时候经济成长率还有超过14% 但是到了今年第三季呢 其实连8%都已经不到了 而且在过去呢 其实中国大陆的人口红利在过去30年以来 让他们受惠非常大 但是现在呢 我们看到是劳动人口会越来越少 2015到30年整个劳动人口将会大幅减少6900万人 所以接下来的10年 习近平所领导的中国大陆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大陆呢 其实是一个需要呢 大刀阔斧革命的10年 我们再来看到的是今天呢 我们看到习近平接班之后 他可能面对的是一个最难的接班 在今天节目现场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资深媒体的黄创夏 肥宇好 大家好 资本家文化社社长刘灿荣 肥宇好 大家好 还有命理师张维忠 喂 大家好 参专家黄世聪 肥宇好 大家好 好 我们先来看到中共十八大在昨天已经落幕了 那么在今天开始 整个中国大陆开始进入习近平跟李克强的时代 我们先来看这则报道 晚了近五十分钟 大陆新一代领导班子终于现身 他们是李克强同志 They are Combert李克强 张德江同志 于正生同志 刘云山同志 王岐山同志 张高丽同志 以习近平为首 七名政治局常委一次亮相 习近平发表演说 罕见长达二十分钟 这些党员干部中发生的贪污腐败 脱离群众 刑事主义 官僚主义等问题 必须下大气力解决 全党必须警醒起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一如外界猜测 有九人减为七人 七大常委名单也没有意外 习近平接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权力将更为集中 李克强将任大陆总理 而原任大陆副总理的王岐山 长中央纪委书记 呼应习近平演说中的反贪决心 一中全会之前 港媒就盛传胡锦涛将要裸退 现在答案揭晓 胡锦涛果真没有依循江泽民模式 续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一职 党政军权全部交棒 外界评估 胡锦涛将赢得正面的政治评价 同时这也宣告 习近平时代正式来临 在明年大陆全国人大政协两会正式接任国家主席 TBB新闻综合报道 好 创下在昨天胡锦涛宣布18大顺利的落幕 当时现场是鼓掌那么欢声雷动的 但是我们看到光是胡锦涛收拾他的文件 就收拾了一分多钟的时间 这代表什么 一个时代的结束 昨天胡锦涛在发表演说完毕之后 突然一个场景让人家很感伤 就是所有的那个大员们通通离开了 胡锦涛一个人坐在那么空荡荡的位置 前后都没有人 然后一个人在默默的收拾他的文件 收拾他的资料 就这样子慢慢的收 慢慢的收 一分多钟 周围没有一个人 周围没有一个人在旁边触涌着 然后他一个人站起来 默默的一一向后排的人握手而离开 大家就说 哇 怎么会是一个 曾经是全世界第二大强权的一个领导者 竟然是这样子的灰灰衣袖 不带走一片云彩 那今天呢 十八大正式落幕 习近平宣布他的新领导班者之后 大家才发现胡锦涛还真的是 灰灰衣袖不带走任何一片云彩 所以今天虽然是习近平街位 可是全世界的媒体都在讨论胡锦涛 因为他创造了一个中共建政以来唯一的传统 就是我退了 就是退了 甚至于是中国两千年有帝制到皇帝以来 皇帝让我当事情我来管的传统 在胡锦涛这次也决定 完完全全的把它画下了一个据点 因为过去的时候呢 毛泽东讲说 枪杆子出政权 掌握了枪杆子 我就掌握了权力 然后呢 在过去的时候呢 虽然常常有这个一个交接 要建立认其制 但是呢 每个人呢 都是媳妇熬成婆 比如说 那毛泽东传给邓小平 中间有一些很复杂的 惊涛骇让他不管 邓小平呢 传在1998年 89年就传给了江泽民 可是邓小平传了以后呢 军委会也给了 国家的军委会都给了 可是邓小平呢 当时被称为是 全世界最有权势的平民 所以呢 就那时候就定了一个规矩 大事 你们要找我参想参想 我比较有经验嘛 小事啊 泽民你就处理啊 但是 什么是大事小事 由我江邓小平来决定 所以一直直到1997年2月 邓小平去见了马克思之前 其实江泽民虽然表面上 掌握了军权 可是完完全全他没有 他说 我好不容易 媳妇熬成了婆 所以他传给了 邓小平隔代接班 指定的胡锦涛 所以呢 他这个时候就想说 哎呀 锦涛啊 你跟军权没有关系 你跟军队没有关系 我帮你 我有经验 我帮你 他用了一个非常充满了感情的一个字眼 我帮你扶上马 我送你一程 我就帮你送上去 但是我在旁边牵着你的马走 所以呢 你看江泽民就说 你要等到国家稳定了 他的虽然胡锦涛接了位 但是党部军委主席 直到2004年才交给他 国家的 因为要开那个人大政协会 所以是2005年来交给他 去处理上海帮 陈良宇的贪污案件 让你那个上海帮觉得说 啊 时代改变了 所以现在呢 大家讲说 让你胡锦涛要传给习近平 先前讲说会不会 因为习近平也是你江泽民这边 隔代接班的啊 对 那是不是你也要来 对习近平一样嘛 过去前两代都这样子 一样就是扶上马走一程嘛 扶上马 那我终于 媳妇我成了婆 对不对 我终于还是这个厨房管一管啦 还是学学啊 大事啊 那个 敬平啊 你来找我参详参详 小事你自己决定 但是呢 没想到胡锦涛 他自己深受过的痛苦 他决定了 我不要再让这样的事情过来 他竟然决定完全裸退 完全把军权交给了习近平 所以现在全世界快开桌 中国过去的传统 扶上马 宋义成 然后大事呢 有一些幕后的一些元老 胡锦涛做了一个规范 还做了一个典范出来 所以虽然他昨天 那么落幕的一个人 默默的离开 但是你看到是 换到了全部的掌声 但是这里面习近平的蓝铁也来了 因为再也没有一个 比较熟悉的婆婆 告诉你该怎么煮饭 该怎么去烹饪 未来中国十年的这盘菜 好 其实在昨天 这个胡锦涛收了那些文件 收了一分多钟 其实他代表的是 一个时代的结束 虽然说呢 他这次是说裸退 但是也可以感觉出来社长 他其实在昨天 还是可以看得出来 对于这个熟悉的主席台 他其实是的确有 他的不舍在 因为他的时代已经结束了 但是过去呢其实江泽民呢 他是有扶上马走一程 但是胡锦涛呢 他其实是这一次 他说他是完全的裸退的 也有人说 他等于是断了这个中共 在过去所谓这个长老政治的情况 对刚才说一下 讲了一句话 我们很深刻的印象是 中国其实不只是江泽民 不想把钱力放下 中国历史上两千年 其实都是 我们最清楚的是那个乾隆 乾隆你看他90岁了 90岁要交棒给家庆 他要让自己当个太上皇 所有的公文还要我核准 家庆才能去实施 家庆乾隆以前很气他一件事 为什么 家庆举行那个夜宾典礼 夜宾是很军权 军权你既然在我面前 没有经过同意搞夜宾 所以对家庆是非常痛下杀手的 骂他骂得要死 那你看从以前的历史 这样现在也是一样 江泽民我们知道 江泽民从1989到2004 掌握中央经委干了15年 干了15年 那为什么江泽民当时 他会说胡上马走一层 要交给胡锦涛的时候 要把金钱掌握在手上 第一个因为他跟江泽民 跟胡锦涛我们都知道 一个上海派一个团派 两派的政治利益完全不一样 我今天我一个人 我整个底下的所有政治利益 都不见了 所以我跟着我的这些人 胡销的人 抬教的人 怎么办 这第一 第二 不但政治利益不见 会不会像陈阳瑜 那个事件 后来你被办 办贪污事件什么东西 后来被政治清算 会不会有这样的现象 所以他会担心 江泽民当时就把军权抓着不放 那江泽民不放 当然有他的一个背景 江泽民跟金方 江泽民从1989上来以后 他在一个办公道楼叫八一办公道楼 八十一 这个八十一跟江泽民很有关系 因为他在任内提拔了八十一名上将 所以江泽民他在金方 就建立了相当雄厚的人脉跟实力 那他有这样的实力 我要当太上网谁动得了我 你胡锦涛没有这样的实力来动我 所以胡锦涛就 刚才讲 你讲得好听 他何尝不知道呢 胡上马走一层 就骗鱼 骗三岁小孩子 就是你全力不放 那胡锦涛 接着不敢说疼 好啊 只好也只能接 要不怎么办 那现在我们在观察说 很多人说 胡锦涛会不会比照江泽民 那个也是把军权 一般人经委主席抓在手上 习近平你当个两三年 穩定的我再交给你 一般人当时在观察 朝这个方向走 那现在大家觉得 他居然是裸退的方式 那其实我们在讲 知道中海局势的人 胡锦涛不能跟江泽民比 胡锦涛他第一个 他没有那种军事系统的一个背景 他没有建立这么多的雄厚 雄厚的一个实力 第二个他的对象是习近平 习近平开玩笑 习近平老爸习中心 当年是中国的那个军事大佬 他是八大佬之一 当年在1987胡耀邦下台的时候 这中间一段密信 胡耀邦下台的时候 他老爸习近平老爸习中心 很有尬死的一个人 当时大家打漏水果 胡耀邦国家主席 总书记下台 大家打漏水果 习中心习近平老爸 他当时是拍着桌子骂 骂谁骂 那当时的陈寅王正 还有一个薄熙来的老爸 当时都在挨骂的范围之内 他当时有两代恩怨 当场就拍桌大妈 拍桌大妈 说你们不能对胡耀邦这样子 他毕竟带你们不保 你们为人处事 不可以这样子 他很有尬死 大家在打漏水果的时候 所以他老爸在军方的司令 你可以想见 所以你胡锦涛要 从习近平完全把军权掌握在手上 你要真的 你要跟习近平对抗 也没那么简单 第三是中国整个我们想 中国这十年来 他改革开放 一个民主意识抬头 还有那个比较资讯 也相对比较开放 比起以前相对开放 以前是得军心者得天下 现在也没有错 得军心者得天下 但你要把天下管理好 作文了 要民心 以前是只要皇帝高兴就好 现在不一定 还要民心支持 现在一般的中国大陆 所有十三亿人口 他们所有的这种环境都是这样子 不要再把权把着不放 应该交你就要交 所以整个民心的走向 走到这样一个时代 所以习近平要上来 胡锦涛要放权 老实讲 多少你即使觉得落寞 觉得有点不甘 你还是要放出来 就像刚刚这个社长所讲的 在过去 胡锦涛可能是比较没有军方的背景 所以他可能多少 刚上任的时候 的确需要江泽民扶上马之后走一程 但是现在 习近平他其实他的爸爸 在过去其实就已经有这个军方的背景了 所以呢 现在胡锦涛愿意裸退 而且他这一次呢 其实说裸退是从 他就是要阻止江泽民继续在赶枕了 对 我们知道过去十年 这个胡锦涛主政的时间 事实上 这所谓的上海帮 以江泽民为首的 跟所谓的团派 有非常激烈的斗争 这十年的这个斗争传言是不断的 那这一次原本大家都认为说 这个胡锦涛可能会 尝试的用这个江泽民的方法 原本大家都预计说 他可能会续任军委主席 结果这一次没有续任 那事实上 主要有几个原因 第一个刚才这个社长提到说 这个江泽民一 这个胡锦涛 这个习近平跟这个军方的色彩 其实是比较浓厚一点 包括他爸爸本身就有军方的色彩 加上说他其实也在军委会里面工作过 所以他对军方掌握度 是相对胡锦涛高一点点 另外过去十年的斗争里面 习近平跟胡锦涛两个人立场 是比较接近的 所以对胡锦涛来说 他也不怕习近平去清算斗争 他有所谓的问题 所以他们两个等于是 有一个政治的结盟 所以就这样来说的话 事实上他们两个结盟 所以这个习近平 胡锦涛就愿意把这个权力放给他 所以我们看到说最近 连江泽民在这个 中南海军委会的办公室 都已经开始收起来 所以就这个状况来说的话 事实上这个胡锦涛可以说 真的是裸退 他也是为了要阻挡江泽民 我都裸退了 江泽民你怎么能够在后面 而且你也不用事事 都还要去请教 去请示一下江泽民该怎么做 所以我觉得这个胡锦涛会这样做 当然跟他的个性 有非常大的关系 我们知道说胡锦涛在1992年 这个被邓小平接班之后 事实上他是一个除君的角色 他面临这么多痛苦 他在中国的地位是非常尷尬 我们知道以前 中国最尴尬的一个职位 就是太子 就是除君 所以一直到2002年他上任之后 事实上在这之间他都非常低调 他说过一句话就是说 他不说自己的话 他只说别人说过的话 所以他的个性真的是非常低调 所以他也了解这些过程 而且他是一路艰苦的过来 尤其是他在江苏出生 然后一路这样念书上来 从基层开始工作 包括说说他在清华大学的时候 书也是念得很棒 然后在大学过程 六年之中他都 几乎每一科都是满分的局面 然后他毕业之后就到这各国 因为他是水利工程毕业 我们知道中国水利比较发达 就是甘肃 贵州这几个省 西藏这几个省 所以他在那边磨练之后 他的个性其实事实上是非常沉稳 所以经过这十年 他主政之后 中国目前的这个经济 已经是超英赶美的状况 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所以在这么辉煌的过去 他已经成绩他都有了 而且他也不需要去担心说 人家来清算斗争 所以他就干脆这一次全部裸退 其实他最具有就算过去的十年时间 虽然感觉上还是有江泽民在牵制着 但他的确是交出相当不错的经济成绩 我们看在他过去十年时间 中国大陆他们的国内的生产毛额 GDP是成长了三倍了 而且他们中国大陆现在全世界 虽然说经济状况不好 他们的并购大戏还是没有停止的 对 我们知道说中国大陆的这个 以前中国人的最大气候 就是所谓的超英赶美 但是事实上这个目标 在这所谓的胡锦涛指正的十年之间 全部达成 GDP也是一路的上涨 他们现在每一个人均的GDP 已经到达5000美元 已经是个前所未见繁荣的时代 虽然说他留下很多问题 也是有待习近平去解决的 但是就胡锦涛十年的成绩单来说 其实还是非常的亮丽 其实美国在勤制单位里面 比较过去江泽民和胡锦涛 会用了一个形容词 江泽民比较像开一个吉普车 然后随时会暴走 随时会突然转弯 但是胡锦涛就好像开一个很沉稳的车 而且有定速器 一路走过来 就是50公里 就是50公里 他不超车 也不超速 也不随便转弯 好像很稳 但是呢 美国人的行政单位也抓到一件事情 就是胡锦涛的意志力 有时候会让你出乎意料 刚才想说 他本来只是一个水利工程师出生的 后来面对了西藏 然后他手上里面就是 因为他曾经是很血腥的 镇压了西藏的一个问题 可是他在西藏过程中呢 高山症 他的身体没有办法 然后美国就发现 我要处理这个 我就一步一步往前冲 但是 为了处理这个 他会做一个没人想到的事情 他全身去动了手术 换血 让他的身体能够改善过来 能够去处理西藏问题 那一样的就是 这是为什么可以出乎大家意料 还是以为他是定速器 这样子走走走 就没有想到他做一个这么决绝的动作 我完全的裸退 让江泽民 你就 你们这些人 连我都退了 你们还有什么话 可以说完完全全 把中共的过去的 那个扶上马走一层的传统 彻底的切掉 不过就算习近平接了大位 而且胡锦涛是完全的裸退了 但是又有人形容 其实习近平 他感觉上在接班 因为过去十年交出的成绩单 的确是很亮眼 所以接下来他要接班的一个状况 的确有人形容是 感觉像是在惊涛骇浪当中 在打舟前进的 其实也是并不轻松的一个状况 但习近平社长 大家说他其实个性也是很低调的 就连他的太太 其实彭丽媛也是一样 对 习近平我看他的资料 我觉得有一个让我印象非常深刻 是当时他已经当福建 福建那个省委书记 算是福建大力 福建大力回北京开会的时候 至少你可以坐在前几排 表示我也是一个有 潜力核心的中间人物 结果他不是 当时胡锦涛在找 习近平这次怎么没来 结果他是坐在 他开会的时候 坐在最后一排的最边边那个位置 所以他不是没来 他只是坐在角落 他是最低调的一个人 他的个性本身就比较低调 他老爸其实有教他说你要四个字 八个字 以仁为善 以仁为善 然后要公正不阿 你该做什么事情的时候 你要很公正 你不要以党派的利益去考量 但以仁为善 也以民为善 所以习近平一直受他父亲的影响 蛮多的 另外我们可以从几个面向来看习近平 第一个当然我要讲他老婆 最近在讨论他老婆很多 这个彭丽媛 彭丽媛 我先给各位看 讲到彭丽媛我先讲江泽民 我们做一个对比你就知道 江泽民的老婆 不是老婆 算艾飞 艾飞 我们知道江泽民以前有流行一句话 江泽民身边 用山鹰在形容 他家里养着猫头鹰 猫头鹰就是他老婆 王野萍 出国的时候带着水 带着李瑞英 李瑞英当时是央视的主播 央视的时候 他们就讲说江泽民出国 其实因为央视主播要随行采访嘛 所以就带着李瑞英一起走 一起走 但听歌呢要听宋竹音 宋竹音是这一个 中间的那位 中间这一个宋竹音 宋竹音其实相当虎媚的一个女人 他跟江泽民 江泽民当时看到宋竹音 是在宋竹音一个表演的场合 看上了以后 在后台递个一张纸条给宋竹音 说有事找大哥 这个全世界都知道了一段故事 后来宋竹音就跟江泽民 他在一起 在一起 他们其实年岁差了40岁 所以现在彭丽颖当了第一夫人 谁在这院 就宋竹音 因为他跟江泽 也花了这么多年的青春 跟了他 他有一天希望当第一夫人 结果看着彭丽颜 人家一路上来了 他没有 等到江泽民都下台了 还是没有 还是没有 那我们说彭丽颜 跟习近平在一起的时候 他们夫妻的低调 我先讲他们两个 都低调到什么程度 当时彭丽颜 我们知道他是 本来就是一个非常有名的 一个深夜家 在中国是没有人不知道的 一个深夜家 而且他是一个知名度很高的 一个闪闪巨星 后来他嫁给习近平以后 习近平当时在福建林德那个地方 林德一个地方书记 林德在福建的东边这边 后来有一次彭丽颜回北京 回北京天气变冷了 他想到在福建的习近平老公人 那个在那边 这么冷怎么办 所以他从北京彭丽颜 当时已经是闪闪巨星的人 天后级的人物 从北京扛了一条棉被 六斤重 搭什么搭那个所谓的那个铁路 铁路 搭那个火车 一路到福建 福建下来你还要转车 你福建下来到林德东北方 扛着六公斤的棉被 其实在车上很多人看到彭丽颜 看到他说这个可能是彭丽颜 很像 其他人说不可能 彭丽颜 贵为习近平那个福建神的 对 怎么可以自己去扛着这个六公斤重 对 这所记心怎么会扛六公斤 他就是彭丽颜 第二个他上菜市场也是一样 菜市场他自己上菜市场买菜 那个欧巴桑跟他讲 说你长得很像彭丽颜 他说你看我像吗 他就这样他可以一个变得很低调的一个人 那习近平跟彭丽颜的情况是一样的 两个夫妻之间都很低调 习近平一直宣告彭丽颜说 我现在一路要上来了 你做任何事情你要去注意 去注意计划不要走穴位 就是说不要走后门 你该做了你的事 你爱唱歌你就唱歌 所以后来彭丽颜一直都很低调 习近平的影响跟他夫妻夫间的影响很大 那刚才讲这个江泽民这个宋楚音 他就完全不一样 你看一个男人跟一个女人 你男人如果很嚣张高调的时候 女人有时候也会跟着 宋楚音以前发生过几件事情 所以这就是一个顺口溜吗 就是这个江泽民的三音 对 就是这个宋楚音 这个宋楚音 这个宋楚音以前 以前你知道他在中安海进出的时候 开着车子进出中安海 市警卫不能挡了 那有一次宋楚音带着一个小歌星炫耀说我可以进出中安海 我带你去中安海走一走 结果要表演 表演的时候 小歌星坐他的车 一路畅行无阻就进中安海 那个小歌星吓坏了 怎么宋楚音有这样的实力 后来一看宋楚音车上有一张卡 叫红卡 红色那张卡 红卡 红卡进出中安海 你警卫不能挡 可以自由进出 那这红卡谁给他呢 挡人江泽民 后来这个小歌星传出去 说宋楚音车上有红卡 结果后来这个小歌星不见了 被干掉了 被干掉了 他是一次在 所以你看宋楚音跟盆提演差多少 那宋楚音还有一次是 后来有一次他到四川去表演 四川那时候省委书记是谁 是周永康 现在的法政 之前的法政书记 法政政委 那那个周永康当时在那边 当省委的时候 后来那个宋楚音来 他是用什么 用国务院总理级的待遇 在接待宋楚音 接待宋楚音说 所有的规格 警备全部比照总理 那最主要是宋楚音在表演的时候 你看央视在表演那个镜头 都会对着 有时候对着歌星嘛 表演人员 有时候会少少镜 镜头会少底下的 的观众啊 江泽民规定说 以后那个宋楚音表演的时候 你镜头不能动 就一直盯着宋楚音 我想看 你观众其他什么不重要 你就少镜头不要给我移动 激光就激光在他身上 这位就是宋楚音 他就表演的时候 镜头就只能定在他身上 就对了 对他很多啦很多 包括后来江泽民 用了31 该国家表演那个剧院 其实也是为了宋楚音 包括2002的那个 那个韩国的那个 世界杯足球赛 在宋楚音代表中国去表演 很莫名其妙 大家讲得莫名其妙 所以你看一个高调的女人 跟一个彭丽媛 现在这样低调的一个 低调 很强烈的一个对比 所以他们夫妻 所以习近平跟彭丽媛之间 就有这样的一个一个一个 比较低调的一个作风 相对于宋楚音跟江泽民 完全是不一样的 所以相较于这个 习近平跟彭丽媛的低调 这个江泽民刚提到这个 其实这个作风还蛮高调的 而且呢所以这句顺口六 就是这个在家里养着毛头鹰 那么听歌要听宋楚音 那出国呢就要带着李锐 所以感觉上真的是差很多 我们说到除了这个 当然他的夫人彭丽媛相当的低调 习近平本身也很低调 而且就算有人要给他 比较高规格的待遇 其实他都不敢接受 事实上习近平能够迈向接班 有很重要的时间点 就是2007年 这个所谓上海书记的 这个陈良宇的贪污案 那时候的确是非常尴尬 因为第一个 这个胡锦涛要整肃贪污是确定的 但是这个陈良宇是江泽民的人马 于是那个时候呢 这个习近平在意外声中 去接了这个位置 要去整顿这件事情 但是那时候是事实上是非常尴尬 结果他的做法就是稳住 他稳在就是停顺点就设在这个陈良宇本身为止 所以对于所谓的上海帮来说 是一个好的结局 对所谓的这个胡锦涛也是一个好的结局 所以他等于是谨慎稳定的个性 稳住了这一切 那事实上他在我们知道中国中央 一向是斗争非常激烈 尤其你要迈向总书记 面临的各种挑战非常多 他到上海之后呢 有这个下面的人跟他安排一栋 三层楼的西市洋房 我们知道上海很多这种洋房 而且那个总评数270几坪 他就说我不敢住这么大的位置 因为根据中国的这个规定 这一个人只能住大概75坪的房子 所以他没有去住这个房子 他去住了另外一个75坪的这个房子 那另外有一次他要到浙江去考察的时候 人家就说你可以坐这个所谓的专用列车过去 比照以前的这个地方级的这个高阶的观影 坐这个专用车过去 他说不要 我要坐这个公用车过去 所以他的做法是非常的低调 所以这个所谓的这个报纸 一个称号叫做务实 谨慎 严肃跟刻苦 当然严肃跟刻苦跟他所谓的出生有非常大关系 我们知道说他曾经在西部考察 然后务实是因为他曾经又在中国最富庶的福建 浙江那边干过 所以他的资历可以说是非常完整 在这过去他吃过苦又非常的务实 所以这个是他一步一步登上总书记的最大原因 好 不过习近平当然除了低调之外 他可以掌军权 其实还是有几个关键的原因 其实胡锦涛不需要无上马受益成的原因 是因为说习近平他自己跟军方的渊源实在是非常的好 而且非常的深 第一个他是主上有德 他的爸爸是中共的元老之一 是军方的元老习仲勋 而且重要的是说同样是太子党 他跟薄熙来最不一样 为什么很多人愿意挺他 就是薄熙来在文革的时候 升上去啪啪啪 爸爸打了三个耳光一脚一串 就把爸爸三个肋骨给撤断了这么狠的人 可是这习仲勋不一样 在胡耀邦垮台的时候 他出面来挺住了照顾人 这个人有厚德 他是愿意照顾人 他们想说如果这样子的话 习近平不会是一个这么狠的清算斗争 主上有德 在军方这个脉络就已经有了 但是最重要的是 习近平他自己有 大家没想到的努力和人脉存责 就是他在下放之后 后来就回来读了清大 清大完毕之后 他竟然选择了一个非常不起眼的工作 小小的秘书 这个秘书是 这个叫做耿彪 耿彪后来是当过中共的国防部长 中共军委会的副秘书长 但是耿彪最重要的是 耿彪在早期的时候 在八路军时代是1294 他当参谋长的时候 他的长官是当时的政委 叫做邓小平 所以他根本就是邓小平一路相传 后来他也接了邓小平的政委职务 然后他进到 习近平进来当一个小小秘书的时候 他跟邓彪做了一件事 文革浩劫之后 多少邓小平被三次下牛棚 所以很多军方的人 都通通的被下放 被清算 被斗争 他和耿彪和就交代习近平 就组织了一个小组 帮这些曾经被斗争过的 将军们 军方的人平反 所以这个恩情 就不只是他爸爸留下来的 习近平在这样的过程 而且更重要一点是人脉存责 我们常常很多时候 职场讲说人脉存责 习近平因为那个时候 他是个秘书嘛 所以耿不要交代 欸 近平啊 你去打电话给世冲 欸 近平啊 你去叫那个斐鱼过来 电话 电话部 都在他手上 过来的时候见了面就是 所以他因为他是国防部 他是军委会秘书长 所以所有的军头 所有的脉络 在这几年的小秘书 所以我们很会欠年薪人 不要小看 都有一个小秘书 但是你这个秘书中 如果你能掌握电话部 你将来一辈子的人脉存责 有时候你就用 还有另外一个呢 一个成功的男人 背后都有一个女人 他的女人就是刚刚讲的 这个彭丽媛 彭丽媛现在是声乐家 官拜少将 然后他虽然呢 习近平叫他很低调 可是呢 他又常常去绕军 常常去唱歌 这样的一个 中共第二 跟宋楚瑜齐名的声乐家 那些将军 那些军头 那些司令 当然会接待 所以他太太在这过程中 也有一个绵密的人脉 所以今天习近平 能够接下这军权 掌握枪杆子 不只是靠 胡锦涛愿意让他 就说实话一点 胡锦涛不让他 胡锦涛也无可耐 好 现在看到这个习近平呢 现在是要完全接班了 那么当然 我们知道他是属蛇的 就要特别请教一下詹老师 今年是农年嘛 那么明年十二年的话 就是习近平的本命年了 那么在他的接班之下呢 这个中国大陆 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态势呢 要了解这个国家好坏 了解这个领导人的运势 是蛮重要的 要当一个大官做大事情 一定要好的名字 那我们来看习近平本身是属蛇 在性命学里面 这是羽毛的羽 羽代表鸡的意思 大家都知道鸡跟蛇是三合 那这个习代表贵人圆 所以长辈非常疼惜有印证一 第二个这个镜 有没有带一个错步有没有 错就是代表蛇的意思 叫做我们说的就是蛇 互相帮助的意思 有个加分的作用在 这个镜中又带一个钉 有没有看到钉 钉为火的意思 蛇本身在五行中属火 火火又相生 代表他的事业 爱情 瓶背源都非常好 那他目前走了是60岁的运势 42年吃了他 所以48岁以后要看这个瓶 瓶 第一个 以蛇的习性来看的话 是平步轻云的 可以通行无阻的 而且这个瓶中带两个钉 钉又是火 火又忘了他 终晚年的运势 所以出了好名字之外 我们不是怕锦上添花 是旧事论事 同时再看他的长相 各位看一下 他整个鼻头有肉而厚 这个我们说50岁以后 是看这个下半部 纯形好 这个纯形好 叫做厚薄得衣 而且纯红齿白之外 两颊肥厚 是非常能够带动中国 后续十年的好运势 但是他的面相里有个小小优点 也是缺点 他的眼睛像凤眼一样的细而长 代表你们刚刚所说的 小心 谨慎 坚定 而且对很多事情都观察入围 不是轻易出手的 所以不是一个眼睛大如牛 而敢造劲的一个人 以他的面相来看的话 还有他的下半部两颊来看的话 中国给他带到后面十年 是可以值得期待 是看好的 然后他眉形比较淡 代表他不是一个很自我的人 交友广阔 以朋友为重 那遇到一个主理叫李克强 对不对 这名字李 又忘到他的火蛇 墙中带两条蛇 等于是左呼又硬 对他来说又是如虎天意 一直加分下去 所以就算明年是他的本命年 人家说都是大好大坏 明年看起来应该是就还不错了 领导的运势好的话 我想后续CD看好的 好 现在这个习近平 那么要接班之后 大家也说他其实呢 接下来 因为在过去其实胡温 在过去的十年打下 很好的一个基础 那么他现在接班之后 到底能不能够再创高峰 也或许会遇到了一些瓶颈 因为也有人说 他其实现在也是面临到 很大的一个挑战 请宇杰告诉我们 好 北于十年的胡温体制 创造了黄金盛世 那接下来这十年呢 习李新时代要面对的是 不解决呢 就会亡党亡国的腐败问题 大陆行进报就做了民调 他发现呢 高达八成大陆民众都认为 贪污腐败的问题呢 真的是太过严重了 而这也是习近平的第一大难题 我们来看到在2010年的时候 正举报贪污的一个案件 统计下来 等于平均每一个人 就贪污4500万新台币 尤其在2011年的时候 全球统计的贪腐指数呢 中国大陆拿下全球的第75名 其实是很严重 因为台湾只有第32名 另外他们说的 这是第二大难题 就是青年失业率很高 2009年以来 大学生那个失业率呢 飙升到13% 换句话等于是100个人当中 只有13个人失业 没有工作的 另外来说到第三大难题 就是中国大陆现在面临 非常严重这种贫富不均 最高跟最低10%的家庭呢 他人均收入中间的差距 就高达65倍 还有我们说到 第四大难题是暴动频传 1993年以来 整个抗疫呢 还有暴动的数字成长 就高达了10倍 尤其他们因为这种重大投资呢 造成这种民怨的经济损失 就达到了39.3兆新台币 占大陆这个GDP的一个6% 今年中国大陆的经济成长率 很可能创下15年的新低记录 只有7.5% 你要知道商周也曾经报导过 他说了中国大陆的GDP 如果少了1% 等于他内部 就会有800万到1000万人 是失业的 所以习近平这次 顺利接班 也顺利接下来 这个军委主席 三位一体的一个全面性接班 但是他要面临的 还是我们说的这种 最难的接班考验 所以习近平他的考验 还是非常的多 那么当然大家很关注的是 在贪腐的问题 又是从先前胡锦涛也说 如果这个贪腐的问题 没有解决会亡党亡国嘛 那么现在习近平在今天呢 其实他这个发表谈话的时候 特别去强调 那么会来解决这一块 而另外一个就是 劳动人口减少的问题 我们知道中国大陆现在一台化 而且他们老人化的情况也很严重 在过去30年 他们享受的这个人口红利呢 其实以后也可能会变成是负债 对我们知道中国经济 经过这30年来的 狂放的奔驰之后 事实上这块高速的列车 事实上是有慢慢的停下来的状况 我们以今年为例 今年的前三季中国的GDP 已经涨到大概7.4% 虽然说它在全球之内 还是名列前茅的状况 但是相对于前几年 尤其是07年的中国经济成长率 一度来到14% 现在降到只有7.4% 几乎是个腰斩的局面 事实上中国经济腰斩 我们从几个方面来看 我们看到说包括东莞地区 珠江三角洲 已经有非常多公司 出现一个倒闭草的状况 我们看到说近期的人民币 也是连续13点 触及涨停的位置 人民币升值之下 更对中国经济 造成非常大的影响 尤其目前全球的出口业 都不好的状况之下 包括他们的投资 或是他们的人民币升值 对他们的经济成长 影响非常大 所以虽然说他们在2020年 他根据这个黄金十年说 要在经济成长 要再涨一辈 他们的这个所谓人均的所得 还要再持续成长 但是事实上显然已经面临了 非常大的挑战 第二个挑战 就是所谓的劳动人口减少 我们知道从2016年开始 中国就要迈入一个 所谓老年化的社会 中国的人口红利已经减少 过去十年来 中国是以低廉又庞大的 这个劳动成本 来带动整个经济成长 但是我们知道 现在中国的工资 已经大幅的上扬 未来可以工作的人口 要大幅的减少 所以未来的中国 这个根据统计在2015年到30年之间 中国的劳动人口将减少 6900万人这么多 所以对中国的经济 当然会有非常大的影响 所以虽然说这个 很多经济学家都说 中国在2016年到2020年 可以超越美国 但是对这个习近平跟李克强来说 这面临到了包括经济成长 腰斩人口劳动减少的这些问题 我觉得都是他未来非常大的挑战 好 所以这个习近平在完全接班 之后呢 还要面对的挑战呢 还是非常的多 等于说 他还是必须要在惊涛 骇浪当中呢 继续的打轴前进 我们先休息一下 稍微回来 中共十八大在昨天正式的落幕 那么中国大陆从即刻起呢 进入一个新的时代 就是习近平的时代已经来了 但他十八大之后呢 他接下了这个中共党中央总书记的职位 到明年春天的时候呢 他接着还会接下中国国家主席 以及国家军委主席的职位 那习近平未来呢 三位一体将会完全的接班 但是呢 现在其实很多人去形容他的一个个性 但是社长 有人形容说他像是明朝的张居正 我们如果从一个角度来看是很像 就是说他们的两个人的处事哲学 很接近 很接近 但如果另外一个面向来比 那是不能不类 张居正他在明朝万里还地的时候 只是一个成像而已嘛 习近平是贵为一国天子 天子跟成像怎么比 那个差很多 第二个张居正下场其实也不太好 张居正后来是被明朝 万里还地人气他嘛 差一点要把他从棺木里挖出来 殲尸的一个人 所以这样的比例有点不太恰当 但以处事哲学也是很近 因为我们知道张居正当时的一个处事哲学 也叫拉计划 拉计那个计刺 他形容说张居正以前在做事的时候 他觉得说一件事情我要推动 如果我推不动的时候 我就不会一直强推 我会稍微后退一步 后退一步 退一步再进两步 所以叫拉计划 我像计刺木头一样 我一刀过去 寄过去 没有计断 没关系 我再往回拉 再寄 所以他不是用斧头大刀库 我一把就下来 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方式 大斧头一把就希望给木头就断掉 所以张居正的处事哲学 是重点在这边 那习近平很多人观察 他整个从年轻一直到现在 光光他在福建主政17年 他一直人脉关系都处理得相当圆容 那有人讲说他其实有一种哲学 叫细火慢吨的哲学 小火烧温水 对 小火烧温水 慢慢 我不用大火烧 一下就滚了 一下就开了 我慢慢蹲 像蹲肉一样 慢慢水开了以后 蹲了很久 那个味道才会 外面熟了 里面还没烂 外面烂了 里面还没熟 不要一下煮沸 还要再加点冷水 还要甚至再加一次冷水 所以像煮水饺一样 这样才好吃 水饺你要烫个冷水 烫个两次 所以人家讲说 其实习近平为人处事的哲学 有点叫他自己讲的一句话 叫滴水穿石 那个石头你要让他滴水 天下最坚强的是什么 是水 因为攻坚强的墨资人域 没有像水一样 你所有东西 石头什么东西 你要硬披硬砍 你滴不破水慢慢穿慢慢穿 他就会把它穿透 所以习近平有这样的一个 自己的一个处事方式 所以后来有很多人就把它形容 尤其上次有一篇文章 把它形容说 他跟明朝的这个张居正很像 那其实从处事的 代人的方式来讲 是有点类同 所以习近平他处事哲学 他很低调 而且他是用小火烧温水的状况 他不会一下子用大火把它给煮沸了 当然他的处事哲学 就是滴水穿石 他在问说笨鸟 你才会先飞 才会强出头的一个状况 是从 对我们知道说习近平 他是事实上讲过非常多 他自己的处事哲学 叫小火烧温水 事实上不要一次就把三把火都烧上来 事实上他到譬如说他到当初到宁德去当官的时候 他都说 人家通常都是新冠三把火 一上任的时候我要做很多事 结果大家后来都是满肚子火 所以他不用这种方式 他就宁可事情慢慢的来做 他认为说滴水穿石 事情慢慢的一步一步 稳扎稳打的来做 我们看到说 事实上如果我们对比这个所谓薄熙来的话 十年前 你听过哪一个人 你一定听过那时候的薄熙来 那时候薄熙来 如果论论之牌背 或是论当时的声望来说 薄熙来一定是在习近平之上 那时候大家觉得薄熙来是明星的 政治的明星人物 那这个事实上他怎么 习近平如何低调 他就说 事实上有曾经有媒体来专访他 专访了要跟他说我要专访你 已经说了一百多次 但是他就是不愿意接受这个访问 所以我们看到说他是多么低调 而且我们知道说他在东南汽车 事实上东南汽车几乎是说 他一手催生出来的这个产品 但是他认为他在这个东南汽车 他也不提字 所以是非常低调 那十五大的时候 他也差一点选不上中央委员 所以你看他是多么低调 一步一步这样走过来的 但是 他是吊车尾上去 对 吊车尾上了 那相对薄熙来就不一样 为什么薄熙来在这次会全面的出局 我们知道说薄熙来相对就非常不一样 我们看到他讲的话就是 感同恶鬼争天下 不像狂谋让寸分 他是不像霸王让寸分 那时候是就是 他在打黑的时候 其实有记者问他这个问题 他就赢了这一首诗 是没有错 我们知道说事实上薄熙 他非常重视宣传 我们知道说抓出来的时候 他当时说 他还甚至给一些媒体钱 一些去说他的好话 尤其他在这个四川唱红打黑 他惹毛了多少人 他就是树敌太多 所以我们看到他从文革时代 就敢跟他爸爸自己这样出卖他爸爸 所以他的作风跟这个所谓的习近平 是相当的不一样 所以难怪这一次 十八大之后 这个他们两个 这个所谓的地位跟命运 有如此天壤的差别 所以一个低调一个强出头 就看得出来这个结局是不一样的 不过这个詹老师 大家也很关注 因为大家过去说 这个习近平是支台派嘛 大家也很关心就是 他上来之后 到底跟台湾的关系好不好 以其说跟台湾的关系好不好 先了解习近平这个人个性 他本身是魁氏年生的 我们在紫微斗鼠里头 可以分出四个阶段 是他形式作风 一年一年巡回 十年十年巡回 会有这个特性 第一个就是我们说的破军心画路 破军代表他的个性是大刀阔斧的 是勇于改革的 但只有在这改革当中 他才能够创造自己的应有的地位 跟应有的被肯定 叫破军心 有的人是一旦太深入的话 会造成更多的伤害 他反而是另外一个走向 那巨门心画权 你不要看他 我们认为他对的人都很和善 应该是讲话直来直往的 有话直说的 而且得理不劳人的 叫巨门心画权 那第二阶段的话 跟两岸的关系 我觉得是有点 小小的争执争议是会有的 最重要的是碳音心画科 碳音代表圆满 代表田宅 代表和乐 代表统一的意思 对这个观念 第三阶段 我觉得这未来十年是可以看好的 可以互相加分的 但是成也在于素摊 败也在于素摊 我认为习近平他本身是奎年生的 在明年当中 明年是奎年知道吗 所以说应该怎么解释说 接班顺利 但是明年他的行事行政 或他做事是有很大的阻碍的 除了十二年犯太岁之外 他本身素摊的同时 是不是自己也能够更洁身自爱 完全的排除在外 还有扫黄的同时 自己是不是能够 杜绝美色 那我所说的话 在这十年内都会做一个印证 他必须要把这个 人格特性的弱点 把他做一个预防跟远离 那么他带领中国的十年 我认为是越来越向上提升的 好 不过我们说到这个习近平 他之所以能够接班 能够出动 他其实跟一位这个关键人物 是非常有关系的 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微回来 好 十八大之后呢 我们看到习近平接下了党中央总书记 到明年春天还会分别接下 国家主席跟国家军委书记 要完成完全接班 我们看到他未来十年呢 必须要进行大刀阔斧革命的十年 他之所以能够出头 其实跟一位关键人物有关 那个在维基解密讲的就是那个胡锦涛呢 曾经跟李光耀讲说 我真的想交给李克强 但是习近平背后的力量太大了 不止元老派支持他 而是太子党都挺他 目前中共的太子党里面呢 最关键的精神领袖叫做叶选林 他的爸爸就是叶建英 十大元帅里面叫做叶帅 那他们太子党的力量有大到什么程度呢 我们其实台湾和大陆的交往 最重要一直讲说 1992年的孤王会谈 但是孤王会谈呢 是因为有叶选林他开了这把钥匙才能够谈 就是因为当时呢 是因为李登辉派的好朋友 在东京见了他 他谈一谈可以 带着李登辉的好朋友 在1990年的时候 去北京见了杨尚昆 然后谈完之后 他们太子党说可以跟台湾谈 后面两年之后才有孤王会谈 就是他们力量有多大 但是习近平呢 就因为会有太子党 那现在太子党呢 常常聚在一挂 所以我们前面讲什么唐太宗啊 那个宋高中啊 那个算什么的 他们就聚在那边 哎 社长啊 这一批货有你决定啊 明天的价格有你决定 后天换我捞了 太子党也掌控了中共的很多 垄断物资的人员和那个价格 这也变成是 他可以靠太子党起来的 将他的改革 怎么去面对太子党 将是习近平的难题 好 我们看到习近平呢 他在接班之后 其实要面对的挑战跟难题 还是非常的多 尤其我们就说 这几年其实整个经济环境呢 并不好哦 尤其今年 不管是在台湾呢 其实到年底的时候 大家选出代表今年的字呢 几乎三分之一以上呢 都是比较负面的字眼 而中国大陆今年又是什么样的状况呢 请宇杰告诉我们 好 北红体制在今天正式卸任 虽然过去十年是中国大陆的黄金盛事 但是他们2011年选出的代表字 却是控制的控哦 其实这个字呢 也是整个反映说 中国大陆的政府 他试图要控制他们说 物价还有房价啦 其实也凸显出来 整个经济状况都是非常不明确的 再加上在金融海啸之后 他们对于整个旧市的一个措施 是有无力感的 而且这个控制呢 也是说他们是一种公民期望 希望整个政府的公权力 可以发挥出来 不过我们要知道 习近平在接下来这十年 他接下这个黄金盛事之后的 未来要怎么走呢 人家说掌控也是他一个重大挑战 那么其实台湾在这一次里面 这个负面字也特别多 有占了三分之一 像是我们说的惨啊 还有乱 还有对政府无感哦 其实这些字看起来 也等于是台湾民众 对这一年下来 好像充满非常多的不确定感 没有想到都是负面的哦 希望明年的状况会好一点 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回来 好今年的代表字哦 现在票选出来怎么都是张老师 都是负面的字比较多啊 其实这是全民为国家的运势 做一个测制的活动 身非常具有很大的意义 但每个人每个人选的话 是测个人的运势 但经过这么多人统计之外 那个数字就真的代表 国运的一个测制的一个方向 在这么多的字当中哦 我们一一来分析 其实你看山不是山 看水不是水 看烂不见得是烂 因为以测制角度来看的话 它以蛇为主体 以这个字为用 那么来对这个后来的运势 做一个分析 你看这个惨对不对哦 大家看来是很惨的 您现在收看的是TVBS无线卫星电视台 现在为您播放的是2100超新闻